裡面預設是空白的 不過它好像會有一個預設動畫 如果你不設定的話 它有預設動畫 好像就是Pub 如果說你今天希望讓它跳出的效果的話 這邊有Pub 或者是什麼Flap 就是翻頁啦 或者是Slide Slide Down 就是有點像那個簡報的效果 你們可以去更改 比如說你可以改一個就是Flap看看好了 不過我之前有試過 好像有一些動畫效果 在我們這邊有點不是那麼明顯 我們就用翻頁效果看看 有沒有一個翻頁效果出來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這個翻頁效果不OK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Slide Slide但是要回到前一頁 我們再把它Slide 不過OK再及時一下 那如果改成Slide的話呢 有沒有這樣的效果 那Pub是這樣出來的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自己去更改 那書裡面給的那個範例是這個Pub Pub 那Pub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跳出來 好像就是預設的效果 我看有沒有就這樣跳出來 這樣跳出來就是Pub 不過好像跟沒設定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預設好像就是這個 如果你沒設也沒關係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關於的地方 改這兩個屬性 一個兩個OK 但是呢 特別注意我剛剛講的哦 就是說如果你太早改 反而會有個問題 因為你這邊不是改對不對 那假如說呢 你今天切到別的頁面 新書介紹 這邊有沒有改 沒改的 所以這邊還要 什麼 所以變成你如果改了那個 底下的重貼了 所以再來一次 所以我剛剛講說 你如果太早改的話 哎就會有這個問題 不過 做設計難免啊 就是 要改成四碼 這個算很正常 你不可能說那麼厲害 一次就搞定了 好 而且有時候你光做好 客戶跟你本來講說 A 方案好 B 方案不好 結果後來看了之後 又跟你講說 B 方案好像又比較好 又叫你改回 所以好像很多設計師都很聰明 暫時後注 就是說好 給你先看 但是我B 還在 然後假裝說 這改回去很困難很困難 對不對 那最後好吧 再幫你改回去好了 其實根本只是動 動個複製貼上就好了 我想這應該都有遇過了 這類似像這樣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就是說 這個效果就是兩個屬性 那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